他可以接受一下 我很感动 你很感动吗 你很感动 所有的高级指标里 僵尸单顿的驮飞轮 是最美的驮飞轮之一 僵尸单顿的纵横四海三期 我们是从一款计时表开始的 现在在钟表与曲记2023的 僵尸单顿的这个现场 我们拿到了最新款的 僵尸单顿的纵横四海 这里边的复杂功能是逆跳功能 逆跳是僵尸单顿的 一个签名式的复杂功能 今年在几乎所有的系列上 都有逆跳这个签名功能 在纵横四海上 这也是第一次使用逆跳功能 所以如果一个收藏纵横四海的 这款表它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它是第一次使用逆跳功能的 它的外形呢 大家都熟悉了 这个表圈的马尔他十字 从原来的八片变成六片 马尔他十字的装饰造型 从这个表圈一直过渡到链带上 这个蓝盘也是很经典的 江山丹顿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蓝 它其实是一个变色的蓝盘 这个表背呢一如既往是头背的 有签名式的风向螺盘 开金摆脱 机芯做工水准是日南瓦印记标准 也就是业界最顶级的标准 一种重要的挑战是 设计设计设计 在预设计划的预设计 在预设计的预设计 包括笔子和Maltese Cross的细节 找到正确的平衡 我会说是笔子和笔子 也包括在预设计 在这一刻的确设计 保持着确设计 跟新的预设计 他们在那时代的预设计 最名的预设计 4500的预设计 4500的预设计 也包括了解的 互动的盒子 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第一次 当初的预设计 在2018年 the principle of a self-interchangeable bracelet In the steel sports watches I would say we were the very first on the high-end market to introduce such a system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fast and easy to implement in terms of changing the style because the watch was delivered with two extra straps they were quite challenging because it added I will say a function but also thicknes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etal bracelet to the case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keep I would say the overall style and thinness of the watch so it was quite challenging for the designers the fact that we ha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lf-interchangeable system it's an additional complexity to keep the thinness that we used to have on the overseas number 2 you know it's additional I would say volume on the integration on the first link and that's a complex construction that we had to think about while keeping the overall style and thinness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etal bracelet and the case 刚才看到纵横四海的舞台功能是逆跳 现在就是在传承系列 有标志性的鲑鱼色表盘和逆跳 然后它的表壳是薄金的 就等于说薄金表壳配鲑鱼色表盘逆跳功能 仔细看呢这些指针都是蓝色的 它是很低调但是很嫩 表壳直径大概是42毫米 为什么这么大呢我问了一下品牌的人员 他们说呀因为这个是一款复古款 它这个弧形蓝宝石镜片呢是有弧度的 这个是向历史上表示款式致敬 为了配合这个弧度 在弧度和尺寸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最后这个表呢做成了42毫米 机芯呢还是一如既往的K金摆驼 在摆驼上也有这个江湛顿的马尔他十字雕刻 整个机芯的做工水准呢还是顶级的日内瓦印记做工 刚才我们说了在最新款的纵横四海上还有传承系列 都用的了江湛丹顿最具签名性的功能 就是逆跳Retrograde 这个Retrograde的功能啊跟哪种艺术风格特别搭呢 就是装饰艺术 因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装饰艺术流行 风表上的复杂功能哪种是最配搭装饰艺术呢 应该说Retrograde的逆跳就是这么一种功能 在形式上在功能上在表现方式上是跟装饰艺术是最搭的 在这款表上呢除了有逆跳功能以外 还有特别牛的复杂功能 这里有陀飞轮还有镂空表盘 所以它叫Traditionella TourbillonRetrograde Date Open Face 听起来就那么复杂啊 陀飞轮在表盘的六点位就能看到 在所有的高级指表里 僵尸单顿的陀飞轮是最美的陀飞轮之一啊 现在在这款表上就有了这个 僵尸单顿的最美陀飞轮 另外呢看看这些逆跳功能啊 还有镂空表盘啊 僵尸单顿是最有自豪感做镂空表盘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僵尸单顿的机芯都符合日内瓦印记 做工非常的精美 开放表盘镂空机芯是最适合展示这种顶级做工的 它的表盘上除了一些复杂功能 还有一个是非常不容易被人发现的一个东西 就是表盘的正面的装饰 它装饰用一个很古老很传统的工艺叫基楼 逆跳区间里边这些纹都是手工基楼的 另外呢表盘下半部分这些看似平常的一些细腻的竖纹 也都是手工基楼的 除了这么多复杂功能啊 它还有一个很实用 但是又不起眼的复杂功能 就是自动上线 我们知道一款表 如果复杂功能过多的话 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厚度 僵尸单顿是怎么处理这个呢 咱们看看这个表的背面 它是外圆摆脱 既提供了实用的自动上线功能 又避免了机心过厚 这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 所以这个表的厚度拿捏得非常好 浮光掠影啊 看得不过瘾吧 后续的深度报道 还是要关注一下 我们依依到来 喜欢什么表 有什么疑问 在留言区互动一下 我们可以针对你们的问题 做更进一步的报道 OK 谢谢 拜拜 刘老师别喝了 该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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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